我并不觉得我是谁谁的老公或者谁谁的儿子 而感到有任何的不适 最近小S在自己的节目《小姐不惜地》中 谈到戴S和聚俊叶的恋爱故事 小S自爆在姐姐透露两个人再次恋爱的时候 自己一下子就猜测到姐姐的新男友是聚俊叶了 然后她就跟我说 她现在有可能是有交到男朋友了 我说怎么可能 所以我就说不会是她吧 小S还在节目中透露了戴S和聚俊叶复合的过程 还声称姐姐和聚俊叶是在最相爱的时候被迫分开的 所以他们都留了很深的遗憾 看来小S对聚俊叶的印象挺好的 说他们就是真的是靠电话然后视讯 然后就越来越爱 然后男生就说 此刻才发现原来她在她心里一直有一个很深的位置 对而小S的这番言论却引起了前姐夫王小飞的不满 王小飞憋到凌晨再也忍不住发文迪斯了 并声明没喝酒够妥协了 你姐都没说话你老蹦打啥样 毕竟戴S离婚三个月就官宣了结婚 而是离婚78天就结婚了 而韩国委托登记办理时间最短也要45到90天 也就是说戴S一官宣离婚就和她的初恋伙伴搭上了呢 并且立马就接受对方的求婚 难怪王小飞会大动肝火 小S为了不认眼球 在前姐夫胸口上捅了一把刀的确够伤人 他对自己的婚姻本就一地鸡毛 如今又来伤前姐夫的心又何病呢 对于王小飞的怒骂 小S也发生回应 声称别人毁谤我 与其跟她辩解不如宽容忍让她 别人欺辱我与其提防不如化解 其实自从戴S与君娟业再婚以后 小S趁了不少的热度 每次小S出去活动的时候 都会被谭媒询问两个人的近况 所以小S在姐姐的再婚中 充当了一个宣传员的义务 小S一直都很兴奋 加上她的新综艺节目播出 为了给节目赚流量 所以很积极向外界爆料 大S与新姐夫的事情 但是她的积极 却让前姐夫汪小飞很尴尬 因为姐姐在婚 小S也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发表一些言论 我们也能够理解 只是踩着前姐夫 说翻脸就翻脸 实在是也够无情的 汪小飞不争孩子非常全 是为了孩子以后的生存环境着想 而小S呢 却趁着新姐夫的东风 根本不顾前姐夫的感受 实在是有些过了 一个不好的婚姻 对孩子的影响是更大的 就是我们的孩子 并没有给她框住 说你就必须得在那儿 在这儿 或者到哪儿去 都是非常尊重 这个孩子的意愿的 比如想在北京生活 我们就在北京安排好 比如将来她想去瑞士上学 或者她想选择不同的专业 都是非常非常尊重他们的 其实仔细想一想 汪小飞确实挺难的 自从前妻戴艾斯火速改嫁之后 汪小飞也成为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而通过汪小飞的发文可以看出 汪小飞其实也想放下过往 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由于是她努力的忙事业 但是没有想到 还是会因为戴艾斯一家的新闻上热搜 影响心情 汪小飞忍不住被前妻一家狂踩博眼球 所以才会发文怒斥小S 汪小飞会有这样的反应 也实属正常 毕竟现在看来 所有人都在关心戴艾斯和聚军夜婚后的 幸福 只有汪小飞想的是 热恋期的前妻 会不会对自己的一生儿女属于照顾 汪小飞离婚以后 曾接受采访 在采访中 汪小飞被问 如今会怪戴艾斯吗 汪小飞表示她是一个好女人 这回答可谓是给足了戴艾斯面子 父母离婚 受伤害最大的就是孩子 也希望戴艾斯在享受新婚幸福的同时 也能处理好孩子和前妇的关系 让汪小飞看到孩子们在健康快乐的成长 估计汪小飞也就放心了 估计汪小飞